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朝三暮四 从前,宋国有一个人,家里养了一大群猴 因为他太喜欢猴子,人们便称他为鞠躬 他与猴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他就能猜到猴子的心意 猴子也能听懂他说的话 鞠躬为了养活那群猴,缩衣减食 但因为猴子太多,渐渐的粮食不够吃了 他不得不想法限制猴子的食粮 一天,鞠躬把猴子召集在一起,对他们宣布 从今天起,按定量给你们分配山粒 每天早晨三个,晚上四个,你们同意吗? 猴子听了,认为分的山粒太少,颇为不满 纷纷起来向鞠躬吱吱大叫,表示抗议 鞠躬很聪明,熟悉猴子脾气 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等猴子们吵闹一阵后,他又不慌不忙地说 既然你们不满意,那么就增加一点 改为每天早上四个,晚上三个 这样总可以了吧 猴子再机灵,也不过是畜生 不会算计 听说早上由三个山粒改为四个 便以为口粮有所增加 于是坐了下来,不再吵闹 看问题不要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或不同形式所迷惑 要看清事物的本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